北冥有声 男家里一番勘察 将所有线索联系在一起时 他已经有了六成把握 为了证实自己的推理 找出房间里的第三个人 诚哥走访门男邻居 希望能从他们嘴里 得到点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肥胖的女房东 似乎并不愿意提及 303房间的事情 最终诚哥通过贿赂301房间的 中年酒鬼 从他那里才知道了303房间的秘密 原来那房间里住的 正是这栋公寓的创始人 名叫王海明 同时 这个人曾经还进过精神病医院 自从被接回来后 经常大半夜撞墙 感觉他脑袋里好像跑进了 什么东西一样 撕心裂肺的惨叫 还跟自己吵架 用头撞墙 脑袋里好像跑进了什么东西 诚哥琢磨着中年男人的话 觉得王海明的症状和张鹏 还真有点相似 两人有可能都被脏东西俯身了 只不过张鹏自愿与脏东西联手 而王海明 则选择了挣扎反抗 午夜时分 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候 也是脏东西最活跃的时候 这样也能解释得通 他为什么总会在大半夜犯病了 诚哥决定顺着这条线继续追问下去 老哥 王海明除了晚上会发疯完 还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行为 他刚从心神病院里接出来的时候 看着还挺正常的 就是不爱说话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发现啊 这人身上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白天倒也没什么大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但一到晚上 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用头撞墙 对着镜子墙壁破口大骂呀 那是自己掐自己的脖子 脸都憋死了 就是不松手啊 通过中年男人的讲述 诚哥了解了王海明的过去 王海明的第二任妻子 骗走了他的钱 还把他弄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这是一个提前设计好的局 那么王海明在进入精神病院以前 有很大概率是正常的 一个正常的人进入精神病院 在接受了一段治疗过后 反而出现了问题 那他身上的脏东西 应该就是从精神病医院里带出来的 能详细说说王海明的死因吗 邋遢中年人举起手中的酒瓶 狠狠灌了一大口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一个死人好奇 但我劝你啊 你不要调查得太深 小心把自己给陷进去 那屋子有点邪 多谢提醒 不过我心里有破 以前王海明在屋子里折腾的时候啊 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嘶吼上 邻居会去帮忙 或者报警求助 但是他出事那天 整栋楼谁也没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天白天 房东去给他送饭的时候才发现 尸体都已经凉了 死亡现场是什么样的 中年男人古怪的看了陈哥一眼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这个年轻人 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但是我也在场 王海明头部磕了一个大洞 303和304房间中间的墙壁啊 沾满了鲜血 他脸色轻紫 看着像是窒息而望 脖梗上也残留着纸印 但是后来警察对比过后发现 指印是王海明自己留下的 照你这么说 他是自己掐死了自己 案发现场就他一个人 门窗完好 帽子只有这一个可能了 中年人喝完最后一口酒 随手把瓶子塞进了鞋柜里 问完了没有啊 趁着天还早 我要下楼买酒了 趁着天还早 诚哥看了一眼窗户外面 完全漆黑的天空 也没有在意中年人的话 最后一个问题 王海明初始后 你们这里有没有出现 什么奇怪的事想 这个问题一问出口 邋遢中年人脸色 立即发生了轻微变化 他看了看 攥在手里的一百块钱 小声朝诚哥说了一句 楼内很多老租户都曾看见 王海明回来过 什么 王海明不是已经不在了吗 不等诚哥说完 中年人就把他推出了房门 喂 等等 你先说清楚啊 看着低矮漆黑的楼道 诚哥心中想着中年男人的话 王海明回来过 犹豫片刻 诚哥又朝房东所在的一楼走去 王海明很有可能 是从第三病动出来的人 从他身上应该能获得一些 关于第三病动的消息 仅凭这一点 诚哥就会追查到底 毕竟第三病动里可能藏有他父母遗留的线索 敲开房东的门 诚哥说明了来意后 房东反应激烈 他警告诚哥 如果再胡搅蛮缠 待在公寓楼里不走 他就要报警了 铁门关上 诚哥站在楼道口 觉得有些无奈 房东不想回忆起那些事情 任凭诚哥怎么说 就是不配合 如果我用锤子敲掉303的门锁 以这大姐的暴脾气 估计真有可能报警 唉 算了算了 还是和高医生商量商量再说吧 回到三楼 诚哥本想着进屋里和高医生商量一下 可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住了 在302房间里 不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重复最多的话就是 你们是要逼死我吗 奇怪了 这人怎么还在打电话 从我进入门南房间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那年轻人还没把电话挂断 就算是通话时间长 这也可以理解 可问题是 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一直重复着含义基本相同的几句话 这就有些反常了 想着想着 诚哥不由自主地趴在了门边 就听到302房间里的年轻人 似乎在和人争吵 然而这么长时间 就听到了他一个人的声音 可奇怪的是 他说话的语气也不像是在打电话 诚哥想起了刚才302房间 中年酒鬼说过的话 王海明犯病时 也会自己和自己吵架 那这个房间里的年轻人 会不会也是如此 诚哥抬起手 敲了敲房门 屋子里的争吵声 立刻停止 十几秒后 房门错开了一条西风 门后面传出一个 年轻人的声音 有什么 哦 关于旁边这个303房 不知道 诚哥话没说完 年轻人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能问的人都问遍了 诚哥暂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他回到304房间当中 跟高医生打了个招呼 就一个人站在墙边 黑色手机显示的任务场地 是303房 午夜之前 我一定要进入其中查看 揉了揉太阳穴 诚哥走到窗户旁边 推开了304房的窗户 304房和303房紧零 两个房间的窗户 也就相隔了一米远 这样诚哥忽然感觉有幸 这个距离 要翻过去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 过去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怕进入303房以后 遭遇什么东西 到时候再想翻回来 可能会来不及 搬来椅子 先踩在窗檐上尝试了一下 303的窗户并没有上锁 可以直接打开 诚哥又低头看了一眼 三楼说不上高 也说不上低 但是和平安公寓不同 海明公寓下面不是草地 而是硬邦邦的睡泥路